1963年,麗的影聲中文台啟播 五十多年來,無數多姿多彩的電視節目 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長 資深電視人程乃根 邀請歷代電視業前輩 與聽眾重溫電視風雲半世紀 同走人世相才無謂更無改 各位聽眾,香港電視台第一台 電視風雲半世紀又跟大家見面了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上個星期的嘉賓是黃逸華華仔 因為我們兩個一見面就雞張不斷 說回很多舊時的事 一個星期原來是說不完 所以我請他再來多個星期 如果大家記得我上個星期有一條問題想問他 但是時間沒有問的 就是說有很多個藝人 他們有時候不小心就成了名,紅了 但是他們很年輕 當紅了,當有成就 他們不懂得處理當時那種情緒 又或者四周來的讚賞或者一時就會迷失了 但是我們的黃逸華都是經歷這件事 不許三個月他就當主角,當過客的主角 而且這套戲還很收得 那他當時如何處理這種突然而來的一種轉變呢 華仔,多謝你今天又來 好朋友,大家好,又是我,有陣子說 那剛才那個問題,你怎樣跟我們的聽眾說 當時我一個入訓班18歲未到 過了三天就18歲 做藝員19歲未到,過了三天才正式19歲 在19歲半,開始成為一個電視劇的男主角 那又突然間一炮而紅 就是在當時我的心態就說,哇,很開心 做出來的事情大家看到 那個表現大家接受到,哇,真的很開心 那個感覺就是說 當你出街的時候上班,坐巴士 很多人看著你 就是當時小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突然間全香港人都認識你 唯一感覺就是開心 就是很開心,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很開心 那這種開心的情況 會不會你迷失了一向 我們心目中的很純品的黃逸華 說話都不多一句 會不會令到你因為紅了之後 就嬌了,有沒有這個過程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嗎?這麼好嗎? 我開始感覺到 糟了 突然間是一個這麼多人注意的人物 更加害怕 就是更加害羞 有時候那些人會走過來跟人聊天 又不會 我都是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很多時候 因為太多事情太快來到 我唯一感覺就是 怎麼看著我 我都是普通人 就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但是你已經在這個圈裡面這麼久 如果用今天這樣的年紀 今天這樣的經歷 去看回我們當中一些 救藝人的同事 他們當他紅了的時候 突然之間會發覺他在精神上面 有些這麼多不是正常的情況 這些是什麼情況導致會這樣呢?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開始看到很多東西 知道很多東西 發覺原來 那個模型的壓力 突然間出名 壓力就會變多了 自己比自己的壓力更加多 不行,我這樣的地位 我一定要繼續做得好些 可能太多壓力了 一路一路一波一波 湧過來 有些人可能會承受不了 不懂怎麼去處理 會想太多太多的事情 影響了自己的情緒 工作方面 可能會走去牛角尖 但我就不是 我剛剛相反 我真的不會想那麼多事情 有事我就做 可能我真的不會想那麼多事情 就不要那麼多壓力 殉忌自然最好 做多就做 做不到就放棄 不要強迫 對… 還有你也要有心理準備 去營業人生的起起跌跌 還有還要釋放自己的情緒 釋放這個重要 釋放很重要 你靠什麼去釋放 是不是踢球 踢球 那時候做好藝園之後 我記得我四年半 是沒有踢過球 這麼大劑 是沒有時間去踢球 連自己最大的興趣 都沒有賣 那你又不喜歡唱歌 那你就更加沒有釋放的機會 那時候幸好 就紅了之後 哇 不斷拍很多電視劇 每天都要開工 太累了 累到你沒有精神 去想其他事情 老人就記住 今天要拍什麼 說什麼對白 幸好 那個人太累了 就不會去想其他事情 就是睡醒 都不是睡醒 沒得睡的 那時候 開工 拍攝 早點下班 第二天又開工 那你演過很多的戲 很多套戲 都是重頭的劇集 是經典的劇集 其中一套叫做《射雕英雄傳》 那你又印象了 唉 這部戲真的 和《天龍八寶》 我這一輩子都難忘了 好 待會兒說 為什麼會難忘 但是我很好奇 想知道的一個人 我仍然很掛念的一個人 他跟你一起合演 是 就叫做翁美玲 是 為什麼我會對他這麼掛念 因為我也很捨不得他離世 是 因為當他選了港姐之後 監製或者公司方面 都想他去參與演出 就有一個人 叫做Rosa姐 你記不記得 記得 公關部 就帶著翁美玲 港姐的保母 港姐的保母 走來找我 請Sir 請Sir 翁美玲將會去試鏡 試試看可不可能做到這部戲 我記得當時是很多女生去 試黃蓉這個角色 她是其中一個 Rosa姐就跟我說 請Sir 你可不可以幫他練一下台詞 給我一個劇本 有他的氣氛 我就跟他試了台詞 那一次 我好像是唯一一次 跟他可以面對面交談的機會 到日後 我知道他的情況 有時候在公司打招呼 沒有機會再很詳細地跟他聊天 我就很想知道 或者你覺得這個角色 這個人物 在當時加入去演出這套戲的時候 你有個什麼印象 這個女孩子 想起她出來的經過跟我幾類似 即是宣言講者 很快地做到電視劇的女主角 想起跟我兩年前差不多的情況 大家可能感覺會強一點 以及經過整個八個月的拍攝 大家每天每天都在一起 發覺這個女孩子很厲害 聰明伶俐 即是跟黃蓉的角色差不多 他平時不用拍戲 又和大家交通得很好 他人際關係是很厲害的 還有很會哄前輩很開心 所有人都很喜歡他的 跟他開工比較很開心 前輩又會疼他 教他怎麼做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他的離世 我想都是跟他的情緒有關 他平時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那個情緒的喜怒哀樂 是否很容易出到來 還是永遠被人感覺到 是一個歡樂的小女孩呢 我真的很少見他不開心 不開心就是可能拍攝時間長 累 還有可能會受傷 拍打電影時會受傷 是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平時很開心 是一個開心果 他可以令整個氣氛很融洽 他又不怕吃虧 又不怕被人 那時候的前輩口花花、玩 他無所謂的 大家一起玩 演戲方面 前輩、劉丹、秦皇那些 教他很多 我都有時會搭嘴 都會教一天兩句 在拍戲之外 他教我 教你什麼 做人的道理 還有人際關係 他教我很多 但當時他的年齡和你的年齡 大了一點 都大你一點 大了一點 我覺得他人際關係很好 很出色做得 他說 你不用整天不出聲 有什麼事 跟人打招呼 聊聊天 累 都會應酬別人 你經常過著睡 真的很累 打下我睡 不是的 你跟人聊一下 人家就會教你多點東西 即是他搞我這個人際關係 真是想不到 一個新人 好…很聰明 一個這麼歡樂的小姐 代人處世這麼圓滑 但是遇到情關 對 這件事真是難搞 真是好像那首歌所說 情關很難闖得過 是 這是很可惜… 很可惜 我們現在回看以前的事 其實這些只是好小事 不適合就分手找另一個人 但是那個年代 可能那個少女的愛情觀 擺在第一位 肚肚都來勿勾越朱力越好 他又不懂得去跟人 分享他不開心的經歷 我們也不知道 是… 如果他人說出來的 可能不會是這樣的結果 是,一念之差 曾經說出,今生不愛你 我共你是,但有份沒有緣 情妾是你,每次相亂 將心中愛你為我為我為你 程乃根主持,電視風雲半世紀 今集嘉賓,黃逸華 華仔,剛才一說到石雕英雄傳的時候 你突然說好像很多事 你勾起你的回憶 有甚麼事可以說給我們聽眾 首先,那時拍《石雕英雄傳》 經常都要打,比較辛苦些 經常受傷 但開心就是說 有很多很好的前輩 樓丹、秦王、曾剛 他們在演出方面幫助我很多 他說,英俊 誰敢做的? 是這樣的 四哥、謝營那些 打,這樣才會不好的 講對話 這樣打才會好看 即是獲益良多 在那個戲裡面 還有那個角色跟我自己的性格又差不多 那麼笨、那麼笨 比較容易掌握些 還有經過三十幾年來 現在在內地所有電視台都做過 每一年的暑假過節 都是重播射雕 所以我在大陸的知名度比較高些 射雕和《天龍八部》兩個戲 所以一直都有很多機會去參加一些活動 做嘉賓、賺點錢 所以這部戲真是養護了一個小半小 嘩 你講這一句這樣的話 我就斗膽到說一說